天气渐寒,夜色渐长,香港的阴影中,邪恶正在蠢蠢欲动。 海洋公园哈罗欧为全日记回来了。 今年,黑暗将以一种全新的恐怖形势降临。 准备好迎接八十年代和九龙城寨的恐怖吧。 这不仅仅是一间鬼屋,而是一段通往恐惧核心的旅程。 六间恐怖鬼屋在等着你。 每一间都会挑战你的勇气。 每一间都会让你平住呼吸。 你敢进去吗? 今年的海洋公园哈罗欧全日记不仅仅是一个活动, 而是一个让你心跳加速的体验。 想象一下,走进一个充满了八十年代风格的鬼屋, 墙上挂满了旧海报,空气中弥漫着神秘的气息。 你会遇到什么? 是幽灵还是更可怕的东西? 九龙城寨的恐怖将让你感受到前所未有的紧张和刺激。 这一次的活动不仅仅是为了吓唬你, 更是为了让你体验到恐惧的艺术。 每一个细节都经过精心设计, 从灯光到音效, 从布景到演员, 每一个元素都只在让你感受到最真实的恐怖。 你会发现自己置身于一个完全不同的世界, 一个充满了未知和危险的世界。 六间鬼屋, 每一间都有其独特的主题和故事。 你会遇到什么样的怪物, 你会听到什么样的声音, 每一步都充满了未知, 每一个转角都可能是一个新的惊吓。 你敢面对这些挑战吗? 你敢走进这些充满恐怖的房间吗? 海洋公园哈洛伟全日记, 不仅仅是一个活动, 它是一个让你重新认识恐惧的机会。 准备好了吗? 黑暗在等着你, 恐怖在等着你。 你敢来挑战吗? 你敢面对你的恐惧吗? 海洋公园哈洛伟全日记, 等你来体验。 想象一座被时间遗忘的城市, 一座由狭窄小巷和高耸建筑组成的迷宫。 这就是九龙城寨。 这里曾经是绝望者和被遗忘者的避难所, 现在却成了亡灵的游乐场。 过去的亡魂依然徘徊在这里, 他们在阴影中窃窃私语, 注视着你的一举一动。 你会发现他们的秘密吗? 或者,你会成为另一个被困在这些墙壁内的迷失灵魂吗? 进入城寨的大门看似诱人, 霓虹灯闪烁, 街头小贩沿街叫卖, 但总觉得哪里不对劲。 空气中弥漫着香火和腐烂的味道, 你感到一阵寒意袭上心头。 你被监视着, 身后传来阵阵脚步声, 趁现在还来得及, 赶紧回头吧。 敢于进入城寨的人, 最终都会被黑暗吞噬。 富丽酒店曾经是奢华的象征, 如今, 它空无一人, 成为昔日辉煌的腐朽纪念碑。 据说, 住客们从未真正离开, 他们饱受折磨的灵魂在走廊里游荡, 寻找着安宁。 你听到237房间传来阵阵耳语, 不禁毛骨悚然。 你知道你不应该进去, 但好奇心最终战胜了你。 房门吱呀一声打开, 却空无一物。 但你并不孤单。 在一个安静的街区中心, 矗立着一栋传统的日式房屋, 从外面看它似乎很平静, 但在它的墙壁后面, 却隐藏着一片黑暗。 一个家庭曾在这里惨遭杀害, 他们的亡魂依然在这栋房子里游荡。 你听到一阵轻柔的三位线弹奏声, 一位目光忧郁的异己出现在你面前。 它向你伸出手, 它的手冰冷刺骨。 快跑, 这里的亡魂充满怨恨, 它们不会让你逃脱的。 这栋房子有着百年的历史, 曾经是一个富裕家庭的住所, 但在一个风雨交加的夜晚, 悲剧降临了, 整个家庭被残忍地谋杀, 凶手至今未被找到。 从那以后, 这里就成了一个无人敢靠近的地方。 传说每当夜幕降临, 房子里就会传出奇怪的传, 传出奇怪的声音, 仿佛有人在地上哭泣。 有人说, 他们曾在这里看到过一个小女孩的身影, 穿着白色的和服, 脸上带着诡异的微笑。 还有人说, 他们听到过脚步声, 仿佛有人在他们身后跟随。 这些传闻让这栋房子更加神秘和恐怖。 你感到一阵寒意, 仿佛有一双无形的手在触碰你。 你试图离开, 但发现自己被困在了这里。 你听到耳边传来低语声, 仿佛在诉说着什么。 你开始感到恐惧, 心跳加速, 呼吸急促。 你知道自己必须尽快逃离这里, 否则将永远无法离开。 你再次看到那位异己, 他的目光中充满了怨恨和悲伤。 他向你走来, 手中的扇子轻轻摇动。 你感到一股强烈的压迫感, 仿佛整个房子都在向你逼近。 你知道, 自己必须做出选择。 要么面对这些亡魂, 要么找到逃离的办法。 但无论你选择什么, 这栋房子的黑暗将永远伴随着你。 这栋房子不仅仅是一个建筑, 它是一个充满怨念和悲剧的地方。 每一个进入这里的人, 都将被他的黑暗所吞噬。 你能否逃脱, 还是会成为下一个被困在这里的灵魂。 只有时间能告诉我们答案。 在这场恐怖的景象中, 爱情与死亡交织在一起。 一场婚礼仪式发生了可怕的错误。 新娘因悲伤而发疯, 现在在走廊里游荡, 向那些冤枉他的人复仇。 你听到婚礼进行曲, 令人毛骨悚然的旋律, 空气中弥漫着腐烂花朵的气味。 新娘出现了, 她的眼中充满了愤怒。 她要来找你了, 无处可藏。 吃住监狱的墙壁目睹了难以想象的恐怖。 现在, 囚犯们变得焦躁不安。 他们正在逃离牢房, 渴望复仇。 你能否穿过迷宫般的走廊, 逃脱他们的魔爪? 金属的叮当声在走廊里回荡, 你听到警卫的尖叫声。 囚犯们逃出来了, 你必须离开这里, 但出口被堵住了, 你被困住了。 第八区, 噩梦制造工厂, 工厂惊魂。 这家工厂曾经是繁忙的工业中心, 现在却生产着更加邪恶的东西, 噩梦。 机器已经复活, 由那些丧生在工厂里的工人们的灵魂提供动力, 空气中弥漫着机油和腐烂的味道, 发生故障的机器迸发出阵阵火花。 你听到该死之人的尖叫声在工厂里回荡。 机器要来找你了, 在你成为他们中的一员之前, 他们是不会善罢甘休的。 这家工厂的每一个角落都充满了恐怖的回忆。 曾经的工人们在这里辛勤劳作, 但现在他们的灵魂却被困在这些冰冷的机器中。 你可以看到他们的影子在墙上晃动, 仿佛在向你求救。 机器的轰鸣声和尖叫声交织在一起, 形成了一种令人毛骨悚然的交响曲。 你能感觉到他们的痛苦和绝望, 仿佛他们就在你身边。 月光透过破碎的窗户, 撒在工厂的地板上, 给这个地方增添了一层诡异的光芒。 你可以看到地板上散落的工具和零件, 仿佛他们在诉说着这里曾经发生的悲剧。 每一步都让你感到不安, 仿佛有无数双眼睛在暗中注视着你。 你知道, 你必须小心翼翼, 因为任何一个错误的举动, 都可能引来那些被困的灵魂。 天花板上悬挂的灯泡时明时暗, 投射出长长的阴影, 仿佛在跳舞。 这些阴影似乎有自己的生命, 随着灯光的闪烁而不断变化。 你可以感觉到他们在观察你, 等待着你犯错, 你知道你必须保持冷静, 因为任何的恐惧和慌乱 都会让你成为这些机器和灵魂的猎物。 一扇生锈的门缓缓打开, 发出刺耳的枝鸦声, 露出一条黑暗而阴森的走廊。 你知道你必须穿过这条走廊, 但每一步都充满了危险。 你可以听到远处传来的低语声, 仿佛在警告你不要继续前进, 但你别无选择, 因为只有穿过这条走廊, 你才能找到逃离这个噩梦工厂的出路。 墙上的时钟停在午夜, 仿佛时间在这里永远静止。 这个工厂的每一秒钟 都充满了恐怖和绝望。 你知道你必须尽快找到出路, 因为每一分每一秒 都可能是你最后的机会。 你必须保持警惕, 因为这个工厂的每一个角落 都隐藏着危险。 你能感觉到那些被困的灵魂 在等待着你, 等待着你成为他们中的一员。 在黑暗中, 你可以看到一双发光的眼睛 在注视着你。 这些眼睛充满了恶意和仇恨, 仿佛在等待着你犯错。 你知道你必须保持冷静, 因为任何的恐惧和慌乱 都会让你成为这些机器 和灵魂的猎物。 你必须找到逃离 这个噩梦工厂的出路, 否则你将永远被困在这里, 成为这些灵魂中的一员。 工厂的外部被薄雾笼罩, 增添了一层神